下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它这个y平方等于4x平方减x的四次方 这个函数呢 有点复杂 因为它是四次方的 那另外呢 这边是y平方 那这是一个封闭的曲线 那我们仔细来观察一下这条曲线 就是说呢 你现在如果把这个x 把它换成呢 负x 你会发觉说呢 这个圆方程是不变 因为你x换成负x 它平方以后 四次方以后 还是一样的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原来的图形 它是对称 这个y轴的 它是对称这个y轴的 另外呢 如果我们把y换成负y 放到这个函数里面去 它也不变 那表示说呢 这个函数的图形 它就对称x轴 那如果这两个条件呢 都存在的话呢 那还有一件表示的就是呢 它会对称圆点 它会对称这个圆点 它会对称圆点 那这个是第一个预备动作 预备动作 那第二个预备动作呢 就是呢 当我们在做图的时候 这个y呢 它是等于这个 正负 我们把两边同时开根号 正负 4x平方 减掉x的四次方 那所以呢 这个我们就 取它正的就可以了 负的那边 因为它是对称x轴 对称y轴 所以负的那一边呢 我们就不要去管它了 我们把正的那一边 画出来 负的那一边 自然就出来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考虑 这个y 它等于这个 根号 4x平方 减掉x的四次方 那我们使用呢 这个上学期第三章 它的方法 那么你可以把这个图形呢 做出来 做成什么样子呢 做成这样子 就是说呢 我们先去看它上升下降的情形 那这种做图 这种因为我们目的是要求面积 所以我们只需要大略了解 它上升下降的情形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去做它的一阶导函数 这一阶导函数 这根号u微分以后呢 就变成两倍的根号u 然后分子呢 就是把这u再微分 4s平方微分变8s s四次方微分4s的三次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把这个 根号里面的s平方 开根号出来就剩下s了 那这底下呢 就是4-s的平方 那上面呢 就变成了 把4s提出来 所以它就剩下2 减掉呢 这个s的平方 减掉s平方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呢 约分一下 就变成了 它是根号 4-s平方 那上面这个 约分以后呢 剩下2 乘上呢 2-s平方 2-s平方 我们又可以把它 因式分解成 这个 根号2-s 还有根号2加上s 根号加上s 好 那么 然后呢 我们就画一条数线 那因为这个函数啊 导函数要有意义呢 这个 4-s平方 必须要大于等于0 所以我们知道呢 我们讨论的范围呢 实际上 从负2到正2 这个s不能超过2 也不能超过负2 好 那么 上面这个式子呢 告诉我们说 这个 分界点呢 是 好 这零界点呢 是负根号2 还有呢 正的 根号2 正根号2 那同学如果使用 上学期 那个方法呢 下去 看它递增递减的话呢 我们会知道说呢 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这个 s如果是 介于 这个负根号2 这里呢 它的 它的这个值 是小于0的 它的值是小于0的 好 那如果呢 s呢 介于负根号2 到根号2之间 比如说你把s带0下去 这是正的 这一项也是正的 所以它是正的 所以这个y'大于0 那这边呢 y'它小于0 所以它的图形呢 是下降 上升 再下降 下降上升再下降 好 那么 这个分析做出来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 再找一些点 再找一些点 那这些点呢 让我们去做这个图形 那首先呢 就是 我们如果把这个 s 我们这边找一些点出来 当然s等于0呢 是很方便的点 s是0 y当然就是0 好 y当然就是0 接下来呢 我们现在让这个s 等于这个1 这个也很方便的点 如果s是1的话呢 那么 y呢 它就是根号3 另外呢 如果s是1的话 这个y呢 它也有可能是负根号3 那么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 那个根号2 那个点 根号2 那个点呢 这个 你把根号2 带下去 我们把它带一下 这个函数呢 是 y平方 等于4x平方 减掉 x的四次方 那么 假设说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 x带根号2 根号2的平方 就是2 成的 那根号2的四次方呢 就是4 所以 这个 算出来呢 8减4就是4 所以这个y呢 它就等于正负2 正负2 所以我们知道 x等于根号2的时候呢 y就是2 另外x等于根号2的时候呢 y是负2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几个点 把它描上去了 那么 我们先来画这个s轴 那这是y轴 好 那么 它现在通过这几个点 首先呢 通过 00 00 我们把它点上去 另外呢 它通过呢 这个 1 根号3 还有通过 根号2 我们把这1 点在这边 1 根号3呢 大概在这里 那 根号2 根号大概在这边 根号2 2 大概在这里 好 那 另外呢 它通过哪里呢 通过这个 20 我们可以忘记找 这个2 好 x如果是2的时候 这带下去 你会发觉 y是0 所以呢 它会通过这个 20 我们把这个点 描得粗一点 好 那所以我们看到呢 它的图形 大概是穿过这几个点 大概穿过这几个点 那么 另外那一边呢 就是 当x呢 是 负1的时候 好 当x是负1的时候 它是负根号3 好 那因为它是对称y轴的 所以你右边的第一向性的点 描出来了 那另外这边呢 你就相对应的 下去把它描一下 相对应的 把它描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图呢 画出来了 好 我们概略的画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它的图形呢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个不是很精确 因为还要牵涉到 上凹下凹 上凹下凹 那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画成这样子 那因为它是对称的关系 所以它另外那一边呢 就变成这样子了 好 另外那一边变成这样子 所以它所为的这个面积 就变成是 这样子对称的 这样四块 那我们因为对称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需要去算 其中的这样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你把这一块下去呢 乘以四倍 乘以四倍 这样就OK了 好 大概率的画一下这个图形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目标 是要下去找这个面积 那所以 这一题呢 我们先来算这个A这个面积 A这个面积呢 从这边来看 它就是从0积分到2 然后把这个 这一条线 好 Y等于这个根号 这个4X平方 减X的四次方 下去做积分 好 那么 把X平方从根号里面提出来 那开了根号以后 我们就得到呢 这边是4减掉X的平方 我们把那个X平方提出去 开根号出去 它就变成X了 好 它就变成X了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可以呢 下去 把这个积分算出来的 因为呢 如果你现在令这个U 让它等于4减X平方的话 把写这边 U等于4减X平方 那么DU 它就是呢 这个负2X DX 负2XDX 那所以呢 D的4减X平方 你再把U换回来 U就是4减X平方 它就是负2X DX 负2XDX 那所以我们 就在这边 给它乘以负2 然后前面调整一个负2 负2分之1 所以这个负2分之1在前面呢 那这里面呢 就变成0积分到2 那这边是4减X平方 然后得2分之1次方 开根号就2分之1次方 那这个负2XDX 负2XDX 就是D的 这个4减X平方次方 4减X平方次方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就得到呢 它这变成负2分之1 那这个负2分之1 2分之1次方积分以后呢 变成2分之3次方了 底下除以2分之3 那三下线呢 是0到2 好 那这个系数呢 可以约分掉 所以它的系数呢 就变成负3分之1 负3分之1 然后这边呢 就变成4减X平方的 2分之3次 我三下线是0到2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上线 带下去减下线 这上线2带下去呢 这是0 2带下去 4减4变0 下线0带下去呢 这就是4的2分之3次 好 所以我们就得到呢 它这一题 最后答案呢 就是负3分之1乘上 负的 这个 4的2分之3次 就是2的3次方 就是8 所以它就是 负负得证 是3分之8 就3分之8 那这 这一块面积 是3分之8 我们再回到这边来 这一块面积 是3分之8 那所以呢 这一题 它整个区域的面积 整个这个区域 区域的面积呢 它就等于呢 3分之8乘以4 3分之8乘以4 那也就是3分之32 3分之32 那这个算出来呢 是这全部的 这全部的面积 这全部的面积 全部的 所谓的这个区域面积 那同学 这一题 因为它这函数非常的复杂 那我们的目标呢 是要下去求这个面积 因此我们概略的 把这图形画出来就可以的 配合这个 对称的观念 配合这个对称的观念 那么 那么我们就 只要算4分之1块出来 再把它最后乘以4就可以的